到今天的最低9820点 中场是跌了33点成交量 1127亿 那最后这一盘 包括这些权重股 台素 台素化 台积电 国泰金 好像都在最后一盘 演出了所谓的沙尾的一个走势 待会好好跟大家研究 不过呢 在这个家公司仿签这一块 表现相当的亮眼 那当然啦 在上一期的非凡上一周刊 也为大家来进行追踪 两位来宾来到非凡股市现场 我们赶紧来欢迎是我们的传讯王 连情人 连大哥你好 明星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OK 谢谢陪我们4月最后的一个交易日 当然啦 我们要战战兢兢 要非常认真 来面对市场的一个变化 对对对 任何的挑战 好 那最喜欢做研究的 明天还要很认真工作的 赖建成 赖大哥你好 明星好 大家晚安 欢迎 那今天带在哪是重点 跟大家做个预告 最近大家电子感觉压力很大 今天带来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一些传产部分 可能里面有保障 好 那我们也跟来大家看看 台股今天4月份收月线的一个演出 相当的精彩 尤其是在最后一盘 那所为何事呢 为了 不仅是股市最后一盘 那今天的会市也很精彩 台股历经震撼教育 昨日一举重挫白点后 30号持续在万点之下游走 虽然外资淫淡营造多头的气势 但首先这不靠央行 金管会联手 也就是赶外资入股时的行情 在台币逼记30.5元的 澎淮南防线后 资金行情真能延续吗 再加上政府基金与外资 对作意味浓厚 八大光股券商近9日 天天卖超台股 合计金额高达278亿 创下了罕见的连卖记录 另外行情要上工 还少了大户共襄胜举 根据金管会的资料统计 到今年首季 即交易量超过51的大户 只剩下547户 南回高峰时期破千户的荣景 最后持续进入5月 面临暴税月 电子股五穷六绝 以及MACI季度调整 恐怖被调降的干扰 台股再度面临内忧外患 电金类股上工力道不足 中场下跌33点 收在9820点 外资的部分来看 他们今年看台股布局的方向 其实就不是只有在电子 所以会变成盘式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一波一波往上面走 那涨多之后稍微会休息 最近的话也因为电子股 所以稍微有些压抑 但是今年的话 变成是可用之兵比较多 所以这个节奏来看的话 应该后面的脚步上来说 应该还是持续会往上的几率很大 平盖股涨跌互跌 精神指标大力光台积电纷纷下挫 但还好昨天被灌杀到跌停的可乘 另外像是润仪等也快速反弹 稍稍止住电子类股的跌势 不过原本稳守在平盘的金融股 尾盘却突然卖压涌现 国泰金玉山金等都见到大单敲出 反倒是纺织类股最吸睛 一连拉出了连七红创下历史新高 领军指标德利利利等 都见到外资进驻的迹象 传产类股全面启动 美系外资就指出 电子业同面临汇损的冲击 因此态度保守只给台股目标为9000点 但建议转进传产股布局 一些是属于有稳定成长型的股票 那有稳定成长然后配息也不错 然后市值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市值 台股演变成中小股接棒演出 不过万点行情何时才能站稳 投资人密切关注 记者邱一轩图方明采访报导 好 最后一盘 本来以为顶多收平嘛 但是而且还最后一盘 也狂K量也在这一盘出来 对 我想尾盘的话 做一个沙盘 我想慢慢的话 也跟最近有些法说会 陆陆续续展开之后的话 发现好像感觉上 这个第二季的一个问题 当然过去是五穷六局 但是后来慢慢比较没有了 那大家也认为说应该也很淡的 就没有五穷六局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这次的法说会完了之后的话 就是说连续讯的这样开的话 大家确实有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字卡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本来怀抱的希望 来看台股的一个财报 那法说会 那过去的话 大家都期待去讲一些 让人家非常excited的一个情况 但是毕竟可能大家 还是有个思考逻辑 是不是一万点的 也就是说指数 是不是相对这段时间 大概有一点涨幅 当然我们今年才涨7%左右 其实说真的 跟国际股市来讲 我们涨幅不大 但毕竟还是涨 所以变成我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感觉上大家对于未来的话 先保守一点 不要乱冲 那种味道的话比较明显 等一下我们会 一一跟各位解释 这个所谓的法说会的一个情况 那第二个重点是说 最近美国的GDP 当然也有好处 因为不会升息 6月大概就不会升息 可能要拖到9月 因为只有0.2 但是重点 这是好消息吧 从1%降到0.6 最后公布是0.2 那一路上这样走下来的话 感觉上 经济成长率 美国的GDP的话 真的还是有点糟糕 而且重点是 美国的财报公布 经济度不太够 重点在哪里 这次这样汇损 把它算起来的话 大概有201亿美金 201亿美金的话 是很大 所以这次美国超级财报 当然没有像吃紧预估的 摔掉5.8 跟据运同期摔掉5.8 那大概是摔掉2.9左右 但是这个汇损的话 还是有一点影响 所以原则上 201亿的一个汇损的部分的话 那还是有冲击到美国股市 所以原则上 还是有些个别股的话 那股价相对表现不是那么好 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 这段时间 公布潮报表的时候 尤其苹果都没有什么涨 所以原则上也会影响到 台股的一个平概股 那第三个是 希腊的风险 还是要注意 为什么 这个德国的股市跌38多 300多跌 将近400点 所以这个的话 大家就会警惕就说 怎么会这样的跌 那过去这样跌就上海 这样跌就上海 这样跌就上海 现在这一次的话是这样跌 没有什么上海下来 那希腊是不是有问题 希腊会不会开天窗 希腊的问题 会不会在这个时候的话 开始河河河 火山爆发 有没有可能 大家就开始有点谨慎了 所以原则上 投资心理也会有这个模式出来 所以原则上 股票有涨有跌 那原则上 我觉得台股的部分 要站稳一万点的话 平的股价很重要 那刚好我们就在等 苹果的财报 苹果的财报 iPhone卖得非常好 获利也很好 所以我们来看苹果贴线图的部分 我们就要等苹果财报 开始要冲了 结果一冲就掉下来 不是第二季有Apple Watch吗 不是第二季有MacBook吗 怎么货营收摔到18.9 这就比疫情来的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苹果也影响到国内 瓶盖股甚至影响到电子股的情况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过去一万点 厂长是好是多磨 那厂长一万点以上 套牢的人一记有准 所以那个心理的障碍还是有 所以还是要反复去测试 才能够真正的一个站稳 所以原则上我们来看K线图的部分 K线图的话 我还是觉得说 还是回来 大概原则上 这个箱形的部分的话 还是在做一个整理 那等待苹果开始做突破 因为未来 这个整个的一个营收各方面 还不错的时候 甚至说突破的话 台股的电子股开始攻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一个突破的机会比较大 因为毕竟台股的群子电子股占53% 那53%软的一个所在的时候 大盘的指数的话 有时候就不够漂亮 容易撒毁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我个人大概原则上大盘 就是这种规划的一个模式出来 寻求坚强的底部 等到比较好的信息的时候 再去攻一万点 所以原则上短期 这一两个礼拜的时间的话 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个别股表现的一个情况 好 非常谢谢连锦文 连大哥 这时候的震荡 整理 执服 就是为了迈开更大的一个大步 我们也拜托建成先生来到镜面 那今天的尾盘 怎么会这样的杀尾 外资哦 今天其实还是小小的买超的部分 那谁杀的 我想这一段时间 谁杀的 这一段时间我觉得内资 我想看不到内资 对啦 有换股 但是比例 没有很大 对 那150亿你说杀了33点 今天是谁杀违帘 我觉得当然外资有在调节 你从期货的角度可以看得出来 台子期今天多单是在减的 进多单剩下3800多口 所以我觉得外资呢 你看它整体是买超的 不过呢 好像呢 你看最近买超的金额是越来越少 那上个礼拜我买464亿是最多的 台股又大涨 买200多亿台股还是涨的 你买100多亿 搞不好还跌的 甚至呢 昨天买70几亿 跌了100多点 所以我觉得说外资这边态度 有点稍微减缓一点点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台股这几天的走势呢 好像从高点 1万点之后就连续性的收黑 连三黑黑棒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最主要的 第一个 经济数据都不好 我们自己呢 还不错啦 3.46啦 但是比预估的差啦 但是差这一点点 有那么严重吗 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主要是出口跟民间消费 比较不如预期啊 但是还是成长 民间消费成长2.51% 第一季的部分 但是呢 没有很强 重点是这个东西 这个早又公布了 出口我们第一季是减 减哦 减哦 4.2个百分点 所以大家又害怕啦 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们第一季就是减的 美国第一季经济成长率 只有0.2% 不好嘛 美国都不好了 那其他地方 大家都隐忧 中国可能压力也很大 你看中国的出口 摔配10几% 所以呢 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呢 大家就觉得 拉到这1万点之后 好像有点 股价 指数跟我的总经面 配合不起来 所以最近就 要公布之前 开始就杀下来 杀下来 但是外资还是偏多方 我觉得说 是冲关之后呢 有心里面的关卡 稍微压回整理 我觉得 没有那么严重啦 再回到我们字卡里面的话 我想回到台股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季呢 美国的GDP比较不好 其实刚才林大哥讲过 德国股市很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 GDP不不好 其实之前就反映过了 美元也开始转弱 那这个短期间呢 美国可能也不会升息吧 为什么这样讲 美国如果不升息的话 那这个美元就 还是偏弱势 那昨天这个GDP 公布出来之后呢 欧元反弹 那欧元反弹 好了 之前是因为欧元的弱势 造就了德国出口的好转 结果呢 德国股市呢 感觉到 你如果看欧元的话 所以跟日元有 异曲同工之妙 没错 所以你看欧元的走势 昨天哪里跌这么多 是修正正道 其实欧元已经谈了一段 对 已经谈了一段 好了 昨天德国跌这么多 对啊 这个时间应该四月初吧 我们看德国的股市 OK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 应该就很有感觉 很激烈的 德国股市 德国股市可以看到 昨天大跌嘛 对不对 如果说看这一段时间 它其实盘头跌下来的 你看 差不多时间嘛 欧元在开始转强 德国股市开始跌 而且呢 很重要是它把景线给跌破了 这代表说 有问题 德国压力很大 那我们就觉得 德国跌成这样 我们没有 现在没有条件涨啊 而且日本今天也中错啊 对 今天亚洲股市 其实连路股 尾盘也没有 也没有风牛啦 对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呢 亚洲股市都是杀 都杀尾盘 日本杀得更凶 对 所以多多少少有看到日本这样走 那时候我们尾盘 最后五分钟会这样杀 交代一下 也会跟着杀 因为好像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日本跌五百多点 对 所以呢 中国股市也跌啊 也拉不上去啊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确实呢 国际股市有一些联动性存在 那我们本身来看的话 台币当然今天没有升了啦 彭总裁 很英明 知道大家电子业的压力 而且他今天不一样哦 怎么一丢到 中午盘就已经先拉 主升一波 对啊就变扁了 然后尾盘又主升一波 哇手法不一样哦 两次哦 分两波段哦 对啊大家都认为都是最后一盘 对不对 结果他五盘先给你来一次 所以我觉得 两波段主升 换个不同的方式 让大家措手不及 密封 对 让大家措手不及哦 当然如果说未来不再生殖 电子股有机会之文 但是最近的财报 第一季嘛 第一季财报 还是有很多汇损的问题 而且这一波 为什么大家那么无感哦 很简单啊 整个都是全职股 高价股 你有吗 很多人都没有 其实在上万点那一段时间 我问了很多朋友 在券商的朋友 营业厅还是冷清清的 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大户没回来 没有办法炒动这个气氛 真的啊 主委 主委有说 对啊主委也看到了 大户真的没回来 因为这个税制的问题 大户当然最怕这个嘛 对 所以呢不愿意进场 而且自然人的这个占 等于说交易量的一个比重 如果以年来计 其实最高峰曾经 一年自然人是44兆 现在就20几兆 去前年23兆 因为正所税那时候问题 降了23兆 这个降快一半 快要一半 所以难怪我们有一些 资深的好朋友的 操业都不见了 对 转业的转业 回家带孙子的带孙子 其实我知道很多 很多这些 从事本来的营业员的 这几年转 去做什么呢 当理专的理专 当保险 还有去卖房子 对 所以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知道哦 是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这个应该是谷底 让它毁成了 对 这样多好 对 我觉得这种机会是真的 平均是33兆 最高峰 是44兆 对 你看 23兆 所以我觉得这种 就是说税制的问题 引发说大户不愿意进场 还有一个呢 外资之前买了那么用力 我们的八道观伍线上 大家都看到了 平民媒体也报道了 就是平民卖嘛 就是扯后腿嘛 内资包括很多 不只是这些 很多 当然我们今天的财势有说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下指导期 对 当然 当然不会下指导期 但是呢 我觉得说 他们要更多的子弹 万一盘是国际变化怎么样 它可以底部自散 要有子弹 它不是无底 口袋很深嘛 一定要防范未来 所以我想 总观来看的话 台股为什么万点站不稳 未来还是有机会 不要那么 只要观察外资的动能 不要持续的减化 甚至不要转为卖超 还有这个位置点 你好不容易把盘了很久的高点 9775给读破了 未来回撤这里的时候 快到了 你不要把它跌破 你有效跌破的话 代表说玩假的 这个压力就很大 所以我觉得说 还好 下礼拜呢 可能啊 应该是 如果国际上没什么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一个 先盘一下 强势的整理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 所以呢 下礼拜可能就是说 个别股来做调整 那重点可能在选股身上 那 对啦 不管有没有上万点 还是选对股 对 这个还是多头的架构吧 所以呢 万点 到底哪些股票会有机会 要买什么才会赚 我觉得这个 这是这一期的嘛 对 最新的 这个假日收到 赶快翻一翻 那放完价以后 就好好的从里面挑股票 好 那还有呢 只要你是非凡商业周刊的一个读者呢 我们跟大家精心计划一个DVD 我们的内容要跟大家一起来迎战 来战胜呢 涨跌幅10% 因为大家都没有度给啦 对啊 而且放完价5月4号 融资维持率就拉到130% 虽然有缓中期啦 而且这几位其实是不同的面向 对 就是说我们不是都只是研究的 分析的 实战的 那甚至在香港操作的 为大家来企划这样的一个内容 马上回来 行政院主机处公布 我国第一季经济成长率 概股为3.46% 较原先预测的3.5% 微幅减少0.04个百分点 主要原因是输出及投资 都不如原先预测 主机处表示 虽然首季经济成长 略于逊于预期 但是还是属于稳定成长 经管会主委曾明总表示 散户已经渐渐回笼 交易量大约增加10%到15% 但台股大户出走之后 还没有回来迹象 经管会将会进一步了解原因 包括考虑以问卷的方式 透过券商了解 大户为何还不回来 台积电今年6月初 股东常会的报告书出炉 董事长张忠谋指出 台积电现在正为下一波的 运算装置眼睛至物联网运用 做好准备 相信在半导体下一个大趋势来临时 台积电将成为 不可或缺的关键推手 联发科今天举行 法售会公布第一季 合并收475.3亿元 季减14.3% 最后经历72.5亿亿 季减30.3% 创了7季以来的新低记录 每股存益为4.62元 总经理谢勤将表示 对于第二季的营运展望保守 预估合并收 季减5%到季增3% Firu光举行法售会 公布第一季合并收646.6亿元 第一季最后经历44.6亿 每股最后盈于0.58元 财务长董红斯预估 第二季半导体封测失业 整体产能可成长2% 毛利率可跟第一季相近 陈红今天召开法售会 由于苹果Apple Watch 已经在4月下旬正式上市 市场相当关注 Apple Watch对陈红的益助 陈红表示 穿戴装置产品 目前出货状况符合预期 对于第二季的展望依然保守 预计等要等到下半年 才会有明显复苏 对于台股在触及万点之后 小幅拉回 外资摩根斯丹利证券出具报告指出 主因为近日台币走强 让市场担忧将影响 电子类股获利表现所致 摩根斯丹利建议 在此趋势之下 投资人不妨把焦点 由电子族群转移到非电族群 外资巴克莱证券 在最新的PC产业中报告指出 今年第二季亚洲NB出货量 将计增10% 优于季节性的表现 其中最看好河硕 较不看好的有广达伪创 也认为鸿海有长线上的隐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